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中国国民党及欠解聘党工资遣费多时,却只为依法向党产会提出申请动机。 工会代表在本周二会见国民党秘书长曾永泉协调后,国民党本周五正式向党产会提出申请动机。 党产会经31表示,今日已将许可韩文发与台湾银行及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等单位予以解冻发放。 党产会指出,中国国民党在今年3月30日申请动机。 国民党设计台湾银行就职劳工退休金专户内的6千余万元款项,即国民党出售就中央党部大楼基金张荣发基金会所在地为款银亿元,发放遭国民党解雇的劳工资遣费。 党产会表示,依正党及其付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及正当理由及许可要见办法规定。 本会已在2月6日、3月27日两次委员会议同意若国民党提出申请,即可同意国民党动之相关经费。 党产会在昨天收到国民党来文后,已在今天将许可韩文发给台湾银行及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等单位。 党产会也韩文提醒国民党务必核实支出并留置存查,期待相关各单位可尽速处理相关作业,尽速将资遣费发给劳工以确保劳工权益。 2月3月27日